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粉丝听众大家好 我是尹柯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 沃夫迷电的平台相见 那个前面我聊到了 就是我去泰国 帮一个雇佣我的 一个房地产商 在泰国做一些 日常的事务 那么后来 因为种种原因 我也觉得 不是太适合 昨天我已经交代了 那么其实在 帮他处理的时候呢 其实我对泰国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 因为第一个 就是物价比较低廉 第二个呢 其实景色也比较好 第三个 网络也比较自由 那么 其实我在 到平安大学 就第一次进平安大学的时候 我就过香港 其实那个 看一些 那个互联网上的 YouTube啊 什么这种东西呢 我其实在 什么时候就 看了 就第一次过 过关 在10年 大概 10年 09年的时候 我就看了 这些内容 那么 其实也 没有 没有说 有太大的 思想改变 在泰国呢 北呢 我到清迈 清迈 清来 拜县 做了一个深度的旅游 南呢 我到普吉岛 那么 我还跑到了 那个 蓝塔岛 因为 我的那位老板 他后来在蓝塔岛呢 也盖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私人度假的一个会所 那个 确实 那一块 没有被开发过的土地 确实特别的 让人 心旷生意 那么 后来 我在选择 自己创业的时候 我更倾向于 清来 因为第一个 清迈 第一个 我觉得 清迈这个城市 会更适合 这种 我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们呢 在 古城内 就清迈 有个古城墙 古城内呢 我们找了 就是跟那个 阿里旅行的 两个辞职的 两个高管 我们就 也不算高管吧 就大概 那个时候 可能 M2 M3的级别 就原来 我那个 阿里女朋友的 那个 几个 原来的下属 我那个 原来阿里 那个女朋友 当初的时候是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M4 后来是升到M5 那么 他的几个下属呢 我们一起 就开始了 做一个 这个 就是 酒店的项目 其实也不叫酒店了 叫民宿 民宿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里面 是大概20多个房间 第二个项目 后面是32个房间 那么在那个阶段 加上阿里的流量的 一个端口 加上阿里旅行的 一个端口呢 其实是有一些流量 那么我呢 那个时候 其实啊 因为我 我是不是在香港 澳门待着嘛 然后我手上呢 就有大量的 一千块港币 港纸 去 在泰姆国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人民币换了 我就喜欢用 也没有美金嘛 用港币换 后来呢 我发现就是这个 换汇啊 有很大的这个利益 就有很大的利润 在清迈还是有 很多的这个利润 那么我呢 就是选择了 自己也开一个档口 因为反正有 那个 那个民宿 那么在民宿外面呢 我们隔内 隔内 小小开一个档口 尝试着做这个 后来呢 也也 确实生意也不错 因为我本来对 在这个资金处理上面 就比较的那个 有经验 那么有一些内容 那么很快啊 我在清迈 就很好的生活 我专门买了一个 那个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觉得开车啊 清迈这个城市 不大 我觉得开车 没有必要 就选择了那个 买了辆哈雷啊 花了我七万八万猪吧 就一万六千人民币啊 就买了个老的 一个哈雷啊 就自己玩玩 那么 对清迈城也很熟 那么 就慢慢的啊 也在那里 自己也就扎根了 很 因为我这个人 这个适应 外来能力还是比较强啊 很快就扎根 那么很快啊 就是 我从来不是一个惹事的人 但是呢 事情就惹了我 有一次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大家创业啊 投了项目 我其实 这江铁创 我是2014年就注册了 2014年的时候 在银行的时候 我就注册了 然后呢 再慢慢的做一些项目 那么很多的朋友呢 因为我在银行 和金融领域的处理 应有我的能力啊 加上在杭州 有一定的人脉呢 很多人啊 都会跑到 清迈啊 都会跑到泰国 来跟我沟通一些事 那我呢 有好多的朋友 那个时候是 就是谈笑有红 往来无白丁 那我呢 就跑到 那个长宁路 长康路那一带呢 就是吃饭啊 请朋友吃饭 那么因为呢 泰国其实一个菜啊 就是一个菜呢 大概是80到90株啊 如果没有海鲜啊 80到90株 如果一个炒面 就60株啊 他这个呢 大概跟那个 就台币的价格 是差不多的 那就跟台币啊 差不多 就人民币是一比五嘛 啊 跟泰铢跟台币 其实一直以来都差不多 那么我就选择在那个 我们只一般的四个人啊 点个六个菜啊 然后呢 来个四个coconut啊 然后呢 就在那里吃 然后呢 有一次啊 非常有意思 吃完 再吃饭 吃到一半的时候 快结束了 吃完吃完一半 我快结束 我那喜欢早点把单买了啊 因为我怕别人跟我抢啊 到现在这个习惯还保留着 我吃到一半就把单去买了 宁可啊 加菜 我第二次再补单啊 宁可就这样 那么呢 进来一个啊 大概 比我儿子要小 比我儿子要大一点点 呃 那个时候 我儿子可能才五六岁 他那个小姑娘大概七八岁 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走进来 他说叔叔 他看我们在说讲中文啊 他说叔叔 你这个菜还要不要 我看了一下呢 大概还有三四个菜 有个大概半份 因为四个人点了六个菜 加上一页饮料呢 确实有点多 小姑娘说叔叔 你这些菜还要不要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还没吃饭啊 那我这个人呢 就 天生啊 有一种这种 狭义形态 那我看小姑娘 中国人 能讲中国话 是吧 一看就是中国人 然后呢 我就说啊 好吧 那我说你这样 我说你坐下来 我说你坐下来 你点菜 你想吃什么 你点 等会收书买单 因为我知道很便宜 他随便想点 两百钟 两百钟多少人民币 四十人民币嘛 就是 就是说 说的也不是叫做善事 就很随意的一个事 那么呢 小姑娘 他直接就告诉我 他说我爸爸妈妈还没吃 因为呢 他的父母啊 年龄跟我差不多 年龄可能跟我上下年龄 但他父母呢 站得远远的 他父母叫小姑娘进来 行起 他自己啊 不行起 父母也聪明 那我说这样 你把你爸爸妈妈都叫进来 你把你父母都叫进来 那么小姑娘就把父母叫进来 然后坐下来 他说谢谢你 他说我们怎么样 我这个时候跟政治还没关系 那我说你你点 你点 然后几个人点了个菜 然后呢 他走过来 小姑娘走过来跟我说 叔叔 我我故意啊 我故意看他们 这个吃 我朋友 我先让他们走 我就故意坐在那里 再加一个coconet 然后呢 在那里 吃 我玩完手机 玩完电脑 操作操作那个 股票 操作操作那个外汇 我就在那里待着 小姑娘走过来 他说叔叔 他说我能不能再加一个菠萝炒饭 我说你加 我因为他吃完了 我说你加 他说我明天啊 一半当中饭 一半当晚饭 因为菠萝炒饭那个时候多少钱 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 75住 我说你加 就15块人民币嘛 我说你加 你加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离开杭州的时候的薪水 那个时候在平安的薪水 我前面三万七多块钱一年 后来的年薪是40万人民币 后来是48万 后来是58万 再后来是68万 是吧 加了几次薪 68万年薪 是吧 所以15块人民币的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根本我不可以care 那我说你你点你点你点 点完 点完以后 我说你过来 你过来 我我这个人呢 很随意 因为我看他几个动向 我就知道他是真的生活贫苦 第一个就是小姑娘进来要饭 其实是醒起了 第二个父母在身边 因为父母拉不下脸 华人 父母的我知道他是真贫穷 第二第二个我看吃香 第三个吃完以后啊 他还那个还要想打个包 我就知道他是真没钱 我拿了两千块钱 我说你藏着 别给你爸妈 他父母都走了以后 我走出来 我让你过来 其实他一定是给的 然后呢 我说你自己到时候想买点什么 想吃点什么 你自己买 就这样发生了这样一起 那么呢 我呢是长期啊 在长宁路 长康路那一带 后来到现在啊 其实有有些人啊 到现在说起来 还知道我的存在 这个还知道我的存在 那么再过了一段时间啊 那个小姑娘又来了 小姑娘又来 小姑娘又来 我又看到了 我又请他吃饭 就慢慢的呢 我发现这里啊 有一个群体 十来个人 然后呢 我就问他们 我就觉得他呢 也不是说啊 不是背景离乡 到外面来刑起骗钱啊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要饭 在国内要的饭 比在海外要容易的多 他说泰国要的多 我说你怎么回事 然后呢 他们告诉我 他们是 就是流亡 海外的流民难民 就他必须啊 因为很多人啊 就很多的人啊 拿不到护照以后 他只能是从云南 到孟纳 到清来 清来到清迈 清迈一定是他们中转的一关 有的人可能自己进来了 子女没进来 哥哥进来了 妹妹没进来 就这样一个处境 所以小姑娘就跟我说 她说 他们有专门有个群落 而且他们来了以后 没有护照 是黑的 那么他们申请了那个难民以后呢 去UN申请了身份以后呢 就有的啊 一直在那个泰国曼谷待着 有的呢 就选择北上啊 因为他们呢 在那里在等待自己的亲人 而且清来的这个消费比曼谷要低很多 而且交通啊 其实也是比较便利啊 不是不存在交通不便利这一说法 那么呢 慢慢的啊 我就跟他们接近了 接近以后呢 因为我 因为200株就对我来说 就400人民币 2000株对我来说就400人民币啊 所以呢 我还是有的时候看他们可怜 真的是救济一下 就是这样呢 就慢慢的形成 在清迈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存在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呢 就跟他们说 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脏兮兮的 我说那个 今天晚上那个 反正有的时候啊 这个民宿不是全部租的调 我说你们进来 你们到我那里啊 去洗个澡啊 来过来吃点东西 然后呢 慢慢的就跟他们变成了朋友 那么那个时代呢 我是一时头 就银行发 就银行的那个发 那么而且呢 那个时候呢 后来呢 也长期穿西装 那么这批难民里面 就有人跟我说 就有人呢 跟那个小姑娘的父母说 要小心 他这个人啊 他说这么好 可能会不会是这个中共特务 我那个时候 哪知道什么中共特务啊 我跟他们扯 然后那个 就慢慢的 很多人就离我而已 就离得比较远 离得比较远 但是呢 我呢 一般在城北看到他们 就北 就 清漫不是有个城墙吗 我在城北看到他们呢 我有的时候 哎呀 我说你们饭吃了没有 啊 我说没吃了 过来过来过来 就 其实很便宜嘛 那个凤飞飞猪脚饭 一个猪脚饭 三十猪嘛 是吧 但是他们的吃相 确实难看啊 因为有的时候 确实很苦 那么后来 我知道他们的这种状况 比我想的要糟的多 那么下一期 我们再来讲 他们在泰国的 这些中国的难民流民 在泰国的现状 好 我是尹科 很感谢 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我希望每一个收看我视频的朋友 都订阅 Web Media 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